三二一来一起上线吧 点亮启动球宣告文化部与流行音乐界 共同推展线上售票演出新模式 面对未来疫情的不确定性 文化部将与KKLive合作 推出10场示范性演出活动 透过线上售票 让音乐创作者更有信心创作演出内容 同时培养消费者愿意付费线上观看的习惯 我们先有办10场的示范性的计划 那么只要哪一位歌手 或者是表演团队 他们愿意尝试这样一个新的模式 那么文化部就给予相当的一些补助 让他能够顺利 那么在线上做直播收费的演出 那么这样一个形态 其实可能应该是未来 共同要努力的方向了 KKLive总经理黄振峰认为 习惯做大型演唱会的艺人 若是要转型线上 首先要克服心理层面的挑战 而票房收益部分 则是要考量粉丝的接受程度 那么以我们目前大概 这个线上举办的一些经验参考 那大概的线上演唱会的定价 可能是原来实体演唱会的 可能三分之一左右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的一场演唱会的票价 大概是1200 那可能在300到400之间 可能是一个比较 大家能够比较接受的数字 那么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说以我们目前现在的经验看起来 大概线上演唱会呢 大概会有你实体演唱会的票房 大概会有到六成 金曲奖最佳新人入围者李浩伟则认为 线上演出较能和观众连结 而线上则是能专注个人的表现 现场的演出比较能感受到 跟观众之间的互动还有连结 那线上演出呢 比较着重在个人的表演 以及个人的态度上的展现 透过与流行音乐界合作 文化部希望让音乐人与业者 看到更多机会 进而投入更多资源 在线上内容发展 对流行音乐产业带来新的奇迹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